接下来的几题,是不用算的 观念而已 他说有个频率是200克的音叉 振动发出声音 他在空气传播跟在水中传播的频率比起比起 还顺便告诉你,他的速度各有多大 来,老师教过的重要观念 叫做同一个声音在任何戒指,谁不会变? 频率不会变,都一样 都一样,所以大家都一样 水几比几,一比一,答案是A 那他干嘛要告诉你速度啊? 欺骗社会用 希望你非把它拿出来,翻来用以后,你答案是错 这个速度是没有用的,给速度是没有用的 好,同理 练习十一 同一个声音,发着声音,从空气传到水里面 下列叙述,合者正确 好,合者正确 停车站界问,谁是对的 谁是对的 很简单 很简单,观念题 不用算 帅哥,二号 AB的B MC,请坐下 答案选C 不同界值速度不一样 波数跟界值的种类集状态有关 空气跟水不同种类,波数不同A错 传到水里面能量会损耗 能量损耗,正伏就会变小 正伏跟能量有关 水珠也是错的 声音传到水中 我们来讲 老师要你背传声的速度呢 固态大于液态大于气态 所以水的传声速度比较快 但是老师说同一个声音 在任何界值频率 不会变 所以呢 根据公式V等F乘以Lambda 频率乘以波长 如果频率不会变 但是速度如果变大,波长就怎样 变大 所以呢,B是错的,C是对的 所以我们答案就选的是C OK 下一个也不用算 观念题 操场讲话 一个人尖又高 一个很大声,一个快又急 请问你谁的传声速度最快啊 谁的传声速度最快啊 要找一位帅哥男 31号 谁最快啊 猪 猪叫做 一样快 因为老师有交一个重要观念是什么啊 同一个界值 传任何声音 波速不变 所以大家都一样 答案就选猪 这些题目都不用算 都是简单的基本概念 要请你记住老师交代挂号的重点 同一个声音 在任何界值频率不变 同一个界值 传任何声音速度不变 就是这样子 一些简单的不需要计算的问题 希望各位都能够理解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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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